丈夫年轻时毒打妻子25年 如今身体瘫痪 大小便拉裤都无人管 妻子直言这是报应 眼前这个痛哭流涕的女人叫于长秀 她控诉着丈夫对自己的暴行 丈夫整整虐待了她25年 连当初怀孕生子也没放过她 而如今即使丈夫瘫痪在床 也逼迫自己照顾她 对此于长秀苦不堪言 这个躺在床上的男人便是刘清华 据她讲述 几年前在工厂上班时 因意外从高空坠落 导致身体高位结瘫 以后吃喝拉撒无法自理 时刻都需要有人照顾 但在这紧要关头 妻子不但置之不理 甚至还提出了离婚 连子女也受到妻子蛊惑 将自己电话拉黑 现在的她躺在病床上 叫天天不英 叫弟弟不灵 面对丈夫的指责 于长秀提出了强烈反对 她直言自己从未背叛丈夫 并且丈夫瘫痪时 第一时间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 但丈夫从未感激 还对自己暴力相向 把所有不如意的事情都发泄在自己身上 大半夜里鬼哭狼嚎 还随意打砸东西 自己实在无可奈何 才逃回姐姐家住了两天 不仅如此 丈夫对待孩子也是一样的态度 自己躲回姐姐家的这两天 丈夫眼见身旁无人 便打电话到孩子上班的地方 小孩子在外面就上班 他把电话打到公司里去 就恐吓人家 用各种乌言慧语 诋毁自己和孩子的名声 甚至报警扬言 自己被家人虐待 对于妻子的说法 刘清华没有反驳 一直痛苦地抱怨 现在身体瘫痪 心理压抑 发点牢骚也是正常的 在他看来 自己作为一家之主 在外辛苦挣钱才导致瘫痪 家人有义务和责任 照顾好自己 可妻子接下来说的一番话 让在场的人都气愤不已 知道我也多难受吧 我大学别拉在身上 没人处理 你知道我多难受吧 丈夫疯狂折磨妻子25年 结果意外瘫痪 大小便失禁 无人管 连子女都避而远之 现贵求妻子留在身边照顾自己 余长秀坦言 丈夫年轻时不仅脾气暴躁 还是酒如命 每次在外吃饭回家后 就发疯似的对自己拳打脚踢 不仅如此 丈夫还生性多疑 只要白天看到自己 与其他男人说了一句话 晚上回家少不了一顿好打 更是在外人面前诋毁自己名声 生活在这种家庭氛围里 余长秀感觉如同地狱一般苦不堪言 而当年怀孕中发生的一件事情 彻底让余长秀死了心 当时挺着大肚子的他因与丈夫的一次吵架 离开了家 自己坐上了一辆三轮车 结果没走多远 丈夫便冲上来一脚将其踢下车 动弹不得 害得他差点流产 回忆起这些往事 余长秀泪流不止 然而这些还不算什么 此前还因各种小事自己争执了几句 丈夫就像发了疯似的将自己打倒在地 猛踹自己胸口 更是揪住自己衣领猛捶自己的头 长秀直言 那是他第一次感觉距离死亡那么近 这25年来 他已经不记得丈夫打过自己多少次 骂过自己多少次 那么面对如此嚣张跋扈的丈夫 余长秀为何不离婚呢 余长秀说 结婚两三年后 他曾想过离婚 但顾及孩子还小 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 他选择了妥协 可他低估了丈夫的疯狂 在施暴时 刘清华全然不顾两个年幼的孩子 当着面对余长秀拳打脚踢 两个孩子在旁边吓得哇哇大哭 等孩子大了点后 每逢家暴 孩子们都会护着母亲 在父亲的暴力阴影下 年仅13岁的女儿 曾在日记中写下了轻生的念头 余长秀得知后 为此找到刘长青 希望丈夫不要再当着孩子的面对自己动手 没想到刘长青竟雪上加霜 连同孩子一起动手 有一次 丈夫对儿子的胸口猛捶了一拳 结果捶出了内伤 成为孩子一辈子的后遗症 后来孩子们都长大了 都坚持要母亲离婚 让父亲一个人生活 哪怕是自生自灭都行 可几年前 于长秀第一次提出离婚时 刘长青竟扬言如果离婚 自己会将于长秀一家都弄死 后来他说你要离婚呢 我就会杀了你 动不动就威胁我 想起之前 丈夫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于长秀深知丈夫一怒之下 什么都做得出来 于是再度选择忍让 一直以来 于长秀为了家庭和孩子 不知道忍让了多少次 如今丈夫瘫痪在床 正是天赐良机 他无论如何都要抓住这个机会离婚 那么对于之前的暴行 丈夫刘长青又该做何解释呢 知道我也多难受吧 我大学别拿着身上 没人处理 你知道我多难受吧 丈夫年轻时折磨妻子25年 如今瘫痪在床 大小便失禁 子女个个不管不顾 于长秀控诉着丈夫对自己做出的恶行 面对指责 丈夫没有反驳 只是默默地表示 自己年轻时确实爱喝酒 之前的所作所为 都是因为酒精上头才尿下的 看得出来 对于妻子所受的伤害 刘长青是想一笔带过的 他的心真是肉掌的吗 刘长青说 当时妻子提出离婚那天 自己还下了柜 哀求妻子不要离开 是妻子不听劝告 执意离婚 自己才动的手 在调解员的要求下 刘长青向妻子道了歉 可面对丈夫 这轻描淡写的道歉态度 妻子又怎么会轻易原谅她呢 我不相信她 不管我怎么求她 小孩子怎么求她 叫她不要闹 不要这样折磨我们 她就是不听 于长秀表示 自己的心已被伤透了 现在丈夫瘫痪 简直是老天开了眼 这是上天赐给她的离婚良机 看到妻子执意要离开的态度 调解员只好找到两人的孩子 当看到父亲的忏悔视频时候 儿子久久不愿说话 随后 调解员拨通了女儿的电话 在大马路上晚上十多点 一直在大马路上一直打 然后我就爬到我妈身上 我就求她不要打 然后就一直打一直打 她一点就给打死了 女儿的态度非常坚决 表示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原谅父亲 由此可见 妻子与孩子们对刘长青的仇恨到底有多深 于长秀说 三个月前 她曾打开家中煤气 带着丈夫 两人一走了之 结果被回家的儿子发现 因及时抢救 两人被救了过来 故事最后 于长秀虽然还是口口声声 要与丈夫离婚 但实际内心还是有所不舍 依旧陪伴在瘫痪丈夫的床边 或许这个曾经对自己痛下毒手的男人 似乎还有些东西让他难以割舍 我们也希望刘长青能够早日良心发现 及时悔悟 能娶到这样的妻子真是他八辈子修不到的福分了 对此 你们是怎么看待的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